许多国人趁长周末到周边国家旅游 热门景点如泰国曼谷和普吉岛 以及印尼巴厘岛的机票价格上涨超过三倍 也有不少在本地工作的外籍员工 趁着假期回家探望家人 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林子豪已有两年没有回印尼探望家人 妻子在前年底生了女儿 她却只能通过照片看着孩子成长 趁着长周末她乘搭渡轮到巴旦岛 然后飞去雅加达同家人团聚 目前从本地前往巴旦和明丹岛的渡轮 已增加到每天八趟 收房旅行社表示 长周末的巴旦岛预定增加两到三倍 可以去巴旦岛找家属的 大概还是占了百分之八十 旅游大概占了百分之二十 可是在这个长周末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个就是去那边旅游 因为这里是比较靠近 所以比起来如果你去巴厘岛 这里去欧洲 美国 这会比较便宜 就还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疫情一直都在新加坡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 然后现在可以出去玩了 就感觉回到了以前那种 可以到处玩的感觉 珍珠峰几家旅行社指出 国人的长周末短长假期 一般会选择到马来西亚 印尼和泰国 曼谷 普吉岛和巴厘岛 这三个热门地点的机票价格 几个星期前便开始上涨 曼谷的来回机票 从200多元涨到近千元 而普吉岛和巴厘岛的机票售价超过1500元 你们下转费 我们下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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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下转费